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的节目 《湾区传媒体》 Karen,今集有什么精彩内容呢? 劳范,你介绍一下 好,今集广为人知 就会和大家了解一下古国时代的岭南 究竟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待会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而湾区新里程就会去到中山 看看大桥的发展 为民旅经济提供了什么机遇 当然不少得我们的压续环节 鸟坎神舟 今集我们一起去到广西白色 欣赏一下当地的稻田 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第一个环节 南北快闪 在持续性高温天气影响之下 电力负荷快速攀升 重庆市永川区最大颈屋顶光伏项目建设 最近成功将电力搏入电网 电力系统成功连接 可以为用户提供电力服务 这个项目建成之后 每年发电1680万度 一天可以降低用电成本3万元 鲍银高铁项目唯一的隧道工程 金德尔山隧道工程挖掘 近日突破1万米大关 隧道预计今年12月可以开通 金德尔山隧道 位于内蒙古污海市 金德尔山中西部 由海泊湾区向海南区方向 贯穿金德尔山 鲍银高铁落成通车之后 将会大大地缩短鲍头到银川的 列车运行时间 成为内蒙古西部 宁夏等西北地区 前往北京的最快线路 广西白色田阳区那坡镇农初穿的 钓鱼场近日正式开业 并举办首届垂钓大赛 邀请了50个钓鱼爱好者到场参加 今次垂钓大赛 希望透过当地特色的鱼业优势 以鱼为梅 以钓会友 促进当地文女产业融合发展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近日举行了与我同行 亲子奇奥岛官鳥体验活动 25个家庭 在20多位大学师生 自愿者的带领下 开启了其澳岛官鳥研壳之旅 沉浸式体验官鳥乐趣 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价值 感受珠海生态保护成果 近日澳门有餐饮公司 和开平的特产公司签约合作 标志着开平特产正式在澳门市场推出 近年来 江门开平市积极与港澳乡亲 港澳企业进行交流 推动当地特产进入港澳市场 将马刚营、蜡粉、鸡蛋、大沙茶等 开平特产推介给港澳市民 很多人都说读书当时历史科都满满的 Karen,你又真的喜欢历史吗 我自己对她也挺有兴趣的 特别是考古 我经常很好奇我们生活的地方 几千年前是怎样的 那真的适合了 因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 近日分享了岭南地区最新的考古成果 展示了距离现在有五千年前后 岭南地区的社会面貌 我们来看看 五千多年前的广东是怎样的面貌 在应得岩山寨为止就可以找到答案 岩山寨占地10万平方米 是目前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 史前序居地 而这种大型半地月式房屋 就是第一次在岭南发现 四千八百年前的岩山寨 就像现在的城镇一样住了很多居民 人和人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等级差异 地位高的人过世后 不单有很多价值连成的陪葬品 族人还会透过火烤墓碑 墓地铺炭的方式 为墓葬做好防潮处理 在若干年之后 还可能会将先人的遗物挖掘出来 进行某种祭祀儀式之后 再一次安葬 近年岭南探员的考古工程 获得越来越丰富的成果 从中可以见证到岭南地区走向文明化的进程 不单只是越北 当时越西越东都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文化 而位置于珠三角洲的广州 在4500年前后 也进入了文明加速发展的阶段 最新公布的黄暴金草令为止 是广东地区揭露 墓葬数量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为止 能够拥有这么多人口 可想而知 当时广州的社会发展规模 一点都不小 Yvonne,现在流动支付 真的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方便 不记得带银包出门口也不用怕了 是的,其实现在还可以用掌纹来支付 广州的BRT巴士近日率先试行了 拆掌入站 我们一起去看看它如何运作 广州BRT石牌桥站里面有一部机 它就是拆掌乘车开通点 张先生刚刚入站 看到这个设备就立刻登记 开启拆掌搭车服务 用电吗? 没带手机忘记拿了 也可以直接给钱 或者是手机没电的时候 对,也可以用到 不用五分钟 张先生已经开启了 拆掌搭车服务 究竟这项服务的操作是怎样的呢? 先将右手手掌放在圆形区域 之后,部机就会提示 可以透过即时通讯软件数码之后 使用服务 确认身份讯息和支付方式之后 很快就开通了拆掌搭车 记者尝试拆掌入站 不用一秒钟就可以入站 目前我国流动支付普及旅 已经达到86% 排行全球第一 有市民说 现在拆掌支付 在便利店也很常见 他们都愿意试试拆掌搭车 对,已经开了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打折 刷掌纹有打折吗? 人连支付、指纹支付都用了很久 所以我感觉这方面的隐患技术 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了 应用软件采用了数据加密技术 保障了数据的安全 广州BRT表示 市民在阳城通城车马小程序当中 就可以查阅拆掌搭车的记录 目前拆掌搭车服务仍处于试运行阶段 这台开通微信拆掌的机器 分布在BRT完善多个站点 市民如果想体验拆掌乘车 可以在任一站点开通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 基于广州南沙科学城 国际创新创业社区近日成立 这个标志着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 又迈向了新的一步 亦为南沙科学城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 转移转化基地 占地大约1万平方米 其中大约3千平方米 是早期为科创团队建造的空间 当中设置了公共演讲区 会客区和共享会议室 同时 基地亦为具备一定规模的科技企业 提供简单装修的工作空间 基地将由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负责营运服务 为原区企业提供项目推荐 日常管理 企业培育 产学研交流 投用支对接等全面服务 基地将重点引进人工智能 新材料、微电子、智能製造等领域 与港科大、港科大广州有关联的企业、创业项目团队 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或研发中心、实验室交流合作 吸引创新人才到南沙就业创业 逐步在港科大广州附近形成一群创新群体 从人才准备、政策准备、场地准备 还包括我们的整个投融资 再加上我们的整个人才的培训 就构成了整个一个我们还港科大的这种创新生态球 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机会 能够把我们香港科大广州周边地区 能够打造成整个大湾区的硅谷 广州南沙科学城国际创新创业社区 将以这个基地建设为起点 透过一系列科创园、创新区 和产业集聚区等园区互相协作 建立创新创业生态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心中通道拉近了与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距离 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中山把握大桥时代的优势 进一步刺激文化创新的创造力 探索出人间烟火器 幻距好生活的文女经济 现在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心中通道通车之后 在大湾区游客之间 口口相传的就是来中山享美食 其中石棋雨甲 就成为大家来中山必食的招牌菜 雨甲指数更成为各大餐厅、酒店的 生意指标之一 心中通道开通第一次过来 乳鸽听说很出名 这里喝早茶的时候比较出名 就想来试一下 基本上他们一来到 第一时间就问我们有没有鱼鸽 有没有吹鱼丸 都是我们中山的一些特色 他们比较感兴趣 我们餐厅只有三百个左右的餐位 但是我们卖鱼鸽 能卖到一千多只的鱼鸽 中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有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 更有令游客趋之若勿的地方文化 而想了解一座城市 博物馆就是必去的地方 我们的精品展览 也成为了吸引游客来博物馆参观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一方面是我们的基本陈列 就是说我们的风起邻敌 中山历史陈列 和沙海之破中山华夏历史陈列 游客数量的大幅增长 也令老城区的交通面临不少压力 为了舒缓塞车黑点 石旗街道积极改善交通 安排警力订点引导 灵活执法保障道路畅通 增挖停车资源 向行政事业单位带头提供停车场 开放了十四街搭班车处 等八个大型停车场 就提供给周末前来十七旅游的 外市车辆停放 有效地缓解了停车 还有行车的痛点、堵点的问题 深中跨市巴士的启用 亦都令深中两地居民 可以更快地往来两地 想着很方便就过来看一下 上来就可以来 对 随时就可以来 然后深圳那边也很方便 走到街坡站 然后直接过来这边 深中通道 咱们就可以节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路况又好 另外海风景也美 又可以看海 幸福指数也跟着 春春晚上长 带翘时代已经到了 为了进一步提升 中山文化旅游服务水平 由小青、中山青年文女志愿服务队 正式成立 每逢周末和假期 由小青就会出现在中山的旅游景区 公共交通书楼点、博物馆等地 为游客提供咨询、文女推介 交通指引、协助重点群体等服务 我觉得在整个深中花式公交 公交枢纽这里 能够为不同乘客带来一个指引 就能够体验到不同乘客 对于中山的一个看法 据了解 深中通道开通之后 中山在接待游客和旅游收入方面 都有明显增长 中山作为全于旅游试点城市 确实实、基础很扎实 无论是文化资源也好 民营资源也好 美食资源也好 桥香资源也好 美丽乡村资源也好 确实非常丰富 梁思伦认为中山要继续探索 文化旅游服务和产品的方向 加强资源配置 整合相关要素 退出藏新的产品 并且要有有效的保障机制 以推动文类经济的发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 成都的属感属秀 以当地的独特工艺 成为了丝绸文化的璀璨桂堡 而当地还利用这个技艺建立产业的集聚地 发展当地的经济 我们现在一起去成都感受一下 属感属秀的魅力 新都锦门作为南丝绸之路起点 属感传统积基随处可见 飞为大师在工作室面对面进行交流 将这项传统技艺发扬开去 透过属感绩基的修复 属感熟秀数字化的保护 这个千年技艺得以传承 重获生机 现在新都属感熟秀产业发展蓬勃 多个相关企业齐集锦门 一同为属感熟秀而努力 我们这个平台 实际上我们从业大姐的 非常舒适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要把金门建设为 自研发、生产、体验、销售 维艺体的金销石销核心发展基地 让国家飞广之文化遗产 数星数星 在金门得到优势的包袱 创成、创新发展 两千多件熟感熟秀精品藏品 显示出文化之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在这里传承 引领国货消费新潮流 在南京兴隆州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局 金质船检团队 近日对等船展开船博检验工作 我知道了 这次也是江苏省地方船检系统 第一次采用水底机械人的方式 在水底为船博进行检验 在验船师的全程监督下 操作人员通过遥控手柄 指挥水底机械人按照预定路线 到达检测位置 机械人在水底拍摄到船脊的部分高清影像 会即时传输到监控大屏幕 验船师透过现场屏幕检查 识别船脊 是否符合船检相关法规的规范要求 在规划路径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有较多水生物覆盖船底 机械人还可以立即启动水底清掃功能 对指定部位进行清掃 以便之后继续检视 据知今次参与检验的水底机械人 是第三代水下浮游式机械人 船舶采取水底检验 代替船博奥检 是南京市交通运输部门 推出的便民措施之一 这个措施可以帮助企业 降低运作和维修成本 做到不停产检验 坤山有很深厚的戏曲文化历史 作为国内首个集齐348个 剧总资料的戏曲主题博物馆 坤山戏曲百戏博物馆 自从2023年10月开馆以来 就有很多出的好戏上演过 对 作为2024年戏曲百戏 坤山盛典的系列活动之一 天下第一团戏曲音乐创作全集班 近日开班 一起去现场看看 在坤山戏曲百戏博物馆 学员现场观摩黄梅戏 被女赋马经典选断 以及秦康打阵台 一个柔阳软转 一个高抗激穴 展现出不同地域独特的文化魅力 之后还举行戏曲对话 表演艺术家和学员面对面交流 分享剧种特点和艺术经历 来到坤山之风 感到非常非常有文化 文化气息 了解了很多咱们的小系统 音乐形式 然后它们的城市化的一些东西 跟我们藏西截然不同的东西 也感受到了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 能让我们这些天下第一团 就更好地保留我们这个剧种的 原有的一些古老的特色 在这个基础上 也能在创新上走得更远更好 天下第一团 是指紧有一个国有院团的 戏曲剧种 过去两年 戏曲音乐创作全集班 总共邀请了全国121个 天下第一团剧种的演员 来到坤山 今年的戏曲音乐创作全集班 吸引了29个 天下第一团剧种的 戏曲音乐创作人员 大家深入交流 传承文化 位于宜兴市丁淑镇的 淑山古南街历史文化街区 是江苏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 当地以具经验的做法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近一周成功入选国家的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第一批的通知 推广至全国 究竟文化街区有多漂亮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来到古南街 街道两旁错落有字的木质建筑 以灰瓦铺顶 白墙为底 简约而不失雅致 渊延曲折的青石板路 引领着游人慢慢地 深入这片充满古旁运味的街区 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 古南街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处历史建筑 是当时我们造制陶器的导演窑 在古南街像这样的历史建筑 挂牌在我们有实际处 古南街在宋代以前已经存在 地处丁属镇属山西南山屋 目前保存较好的街道 长370多米 由于历史悠久 街区房屋年久失收 保护和发展的双重挑战 成为了当地复兴再生的思考课题 经过我们政府的改造 我们外面已经呈现出一种 古色古香的修旧如旧的感觉 但是我们内部的生活条件 已经改善了 所以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里 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感觉能够找到根源 2015年 宜兴淑山古南街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实施 由政府主导 街区建成了一系列基本设施的建设 包括道路陆化、消防设施等 现在古南街努力保留 由明清开始延续下来的紫砂图制作 生产、贸易集散地的功能 同时将这个传统产业传承下去 你像其他的老街 就是商业氛围非常浓郁 我们这里就是说 体现的是这种紫砂文化 体验的是这种陶氏生活 这种烟火味 这是和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挺好的 感觉这边很有文化底蕴 看到了紫砂的一些器物的变化 还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 透过规划引领、创新机制、产业传承 文化探索以及项目示范等措施 古南街有效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 传承了地方文化特色 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鸟坎神州精彩在线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广西白色 白色浪平镇的稻田上出现了 难得一见的云海景观 金黄的稻田在云暮中若隐若然 而黄绿双间的稻田 散落当中的村庄 和连绵起伏的群山互相辉映 映照在山谷之间美不胜收 节目的最后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 好了 今集的湾区全媒体 节目时间够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